嗯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看今天在PMQ原創方的Facebook上面 為大家帶來的特別節目 Be a Homer 我們今天和大家做一個Home Chef 今天和大家教的這個人是Calvin 大家好 我是劉偉俠 我本身是一個主持人 這段時間當然工作量相對就會少了一些 亦都因為這樣的關係 可能因禍得福 就可以將一些平時自己很喜歡吃的東西 可以在自己家的廚房裡面去煮出來吃 所以我們今天想教大家做的這件事 其實不是很需要教的 大部分東西都是個個都會做 但怎樣可以把它做到適合自己的口味呢 就有些巧妙在裡面 今天的主題是A餐 大家都知道最近疫情影響的關係 都建議大家要少點外出 不要跟朋友有太多的接觸 但是有些東西 一直以來大家都是出街才會吃的 就好像吃沙丁牛肉麵 多士烤底 熱奶茶 所以這段時間 尤其是抗疫久了 最近有個名詞出現了 就是擔心大家有抗疫疲勞 擔心大家悶得太久了 怎麼辦呢 今天教大家做一個完整的A餐 讓自己下星期六日在家裡 都可以好好地度過一種感覺上的茶餐廳時光 你又忍一下他又忍一下 很快我們就可以出去消費 出去吃東西的了 好 究竟今天做這個A餐 我們需要些什麼材料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所謂的材料清單 在大家眼前的了 所謂的沙丁牛肉麵 需要的材料就是沙丁牛肉和麵 但是如果你的牛肉想醃一下它 例如買了是急凍牛肉 想披一下味的話 都建議大家可以用些材料的 包括有麻油 糖 生粉 油 和少許水 好 另一樣今天要做的 就是吃茶餐的時候很重要的 那個炒蛋 所以我們有雞蛋 用這個雞蛋的 我們準備了有牛奶 也有調味方面 加少許鹽 有些朋友喜歡加糖的 那這個看回你自己的口味 第三樣 蛋的旁邊一定要有的 就是那件多士 那平時烤底要加一蚊 自己在家裡烤就不用加一蚊 所以我們今天會有多士和牛油 最後就是一個茶餐的精髓 奶茶 奶茶今天會教大家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買一些可以在超市裡面買到的茶蛋 然後加上淡奶來做就OK的了 好 材料準備好了 不知道大家準備好了嗎 今天我在現場這裡和大家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假設你的牛肉 不是好像我這樣 買到新鮮的牛肉 那究竟怎樣醃一醃它呢 烤牛肉都有些步驟的 和大家示範一下 首先牛肉在眼前的時候 如果是急凍的 當然要先解凍 如果是冰鮮的牛肉 我都建議大家要把它放在室溫裡面多些的時間 等它如果是有血水的話 可以出力先 不過我今天買的這個是新鮮的牛肉的關係 所以大家就看到漂亮點了 它就沒有那麼多的血水的情況出現 變成放在室溫狀態之後 馬上就可以做醃的部分了 醃的時候幾種的醃料我們順序加下去 而每加一樣都把它攪一攪 有時冷些的就會一次過加完才去做 不過如果在家裡時間充足的話 就逐樣來 牛肉醃出來會好些的 第一樣要加的就是麻油 麻油會令到牛肉香些 另外煎起來的時候 都會令到牛肉本身可以軟軟一些 另一樣加的就是可以加少少糖 這個糖放了一會兒 我這個味道是加多了 大家不要加那麼多了 熱牛肉呢 大家通常想的時候就是 牛肉是鹹的菜來的 那就加點鹽下去 千萬不要 因為加鹽是會令到牛肉的狀態 本身變得粗口了 所以除非你是一加完就馬上煮 當是調味 否則就不是很建議大家 在這個過程裡面加上鹽 然後就可以加少少的生粉 生粉因為那個份量真的要控制 所以先燉一燉 這個也是大家同時在家裡煮食 如果想控制材料份量的時候 有一個方法的 生粉一方面可以在醃的過程裡面 去幫忙那個味道 二來就是可以吸走一些多餘的水分 不過呢 因為下了生粉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了 醃肉呢 就最怕煎起來的時候會太乾 所以都建議大家 在醃肉的時候 少少的 加點水下去 不要一次過加太多 醃肉的過程呢 可以讓肉飲飽水 其實呢 都是一個可以令到牛肉出來軟軟一些的方法 好 那牛肉呢 大致是這樣醃的了 如果大家 味道喜歡的 有些人喜歡下苦月粉 即胡椒粉的話 我覺得這個沒什麼所謂 到時大家可以自己決定 一般來說 牛肉呢 我們醃十分鐘左右 其實它的味道已經OK 加上我們今天做的是沙丁牛肉麵 味道本身是濃一些的 所以呢 不需要讓它醃太久的時間 也不用特意說 早一天醃過夜的 不過事實上 如果大家真的出去茶餐廳吃的時候 世界上是有茶餐廳不熱牛肉的 本來我也不知道 那間茶餐廳我吃了很多年 在長沙環的 直至什麼時候知道呢 就是因為今次來到PMQ的Taste Library 我發現呢 原來在這裡的藏書裡面 和飲食很多都有關係 其中就有我今天眼前的這本 叫做香港尋味 香港尋味這本書 其實是一位本土的策畫家 他做的書來的 所以在裡面大家可以幻想到 是一本圖文形式的創作 而他就將一些香港特別的味道 例如是茶餐廳 涼茶譜 冰室等等 將這些的味道放在一本書裡面 其中他就是介紹到 我剛剛講到在長沙環的這間茶餐廳 原來因為老闆是傾向買新鮮的牛肉 回去給那些廚師自己切片 然後再去用茶餐廳煮 所以在過程裡面 他就覺得牛肉這麼新鮮 味道很好 熱都不用熱 直接就去做茶餐廳的過程 吃了這麼久 我終於第一次知道 以後去的時候 我就懂得和阿哥阿姐吹一下水 所以這本書可以告訴大家 在香港一些特色的美食 那些美食原生是一件怎樣的事情 而一些做得出色的店 他們又有怎樣的故事 又有怎樣的秘訣 另一件我很喜歡的 就是這本書介紹茶餐廳的部分 他除了講茶餐廳的緣起 原來最早就是講二十世紀初的時候 因為華人不能夠去到酒店吃飯 所以就有一些西餐廳出現了 就做平價版的八道菜的餐 那這個平價是平到多少呢 是講十分一的價錢 然後又再慢慢再過 去到五十年代左右的時候 就發現其實香港 都很多給不起錢 吃這麼大份東西的人 所以八道菜變了三道菜 然後又再變 就開始變了 我們現在有機會吃到的 一些茶餐的菜式出來 另外茶餐原來又有一個原因 就是冰室 原來冰室只是喝東西 只是吃蛋糕 吃西餅 但大家發覺做做做做做 大家都知道 做事我們要diversify一些 冰室都要diversify 就開始想想 可以煮麵嗎 用一些簡單廚房程序的方式 來做食物出來 是不是可以有多些生意 蛋撻又買多一個 奶茶又買多一杯 以上所說的東西 其實我之前全部都不知道 是因為在這裡看了這本書 我就可以跟大家說到 所以有機會的話 大家都可以參加一下 在PMQ這裏 Taste Library的活動 有很多不同的workshop 有機會的話 都可以看一下一些相關的書 好 為什麼要吹水呢 因為熱牛肉是需要時間的 但是吹水我們先吹到這裏 接著跟大家說另一個部分 接下來我們要去處理的 就是我們的蛋 究竟是怎樣去做 一般來說 做雞蛋 大家就很簡單 買了雞蛋回來的時候 就把它打 然後化 然後放進去煎 但是為什麼在茶餐廳 可以吃到這麼嫩滑的雞蛋 好像大家去到佐敦的茶餐廳 那樣 大家就很喜歡去吃那裏的炒蛋 其實也有些方法 第一件事 雞蛋正常的 我們都是傾向 我就會放一些室溫 才去煮的 因為如果不是室溫的話 其實跟著在煮的時候 一邊煮響 二來就要花多少少的時間 打蛋之後 第一件事 我們先發蛋 不知道大家在家用什麼發蛋 我小時候 媽媽就是教用筷子發蛋的 但是剛才有看like的朋友都知道 在眼前不是一個專業的廚師 我是連正確用筷子的方法都不懂 聲明 所以我就不用筷子發 有些人會專門去買一些發蛋器 其實也不需要的 因為發蛋器是說 如果你真的做蛋糕做餅 你一打打六隻蛋 八隻蛋的時候 用它就會快些 正正常常在家 我建議大家 用叉來做 亦都可以做同樣的一個效果 好 先把蛋發好 好 接著就是它重點的地方 煮一個想好吃很滑的奶 大家要加一些有奶滋成份的東西 是會好些的 有些人就會直接加忌廉 因為忌廉相對的水份少些 你不用加那麼多 變成蛋會不會那麼水 但是我自己就會傾向用奶 為什麼呢 因為在家裡煮飯 有煮飯的朋友就知道了 就算你買一盒 這麼大大小的忌廉回去 你永遠都是吃不完 然後它就過期 然後你就要丟 但是奶就好些 你加了適當的份量 適當是多少呢 是經驗來的 你這麼生意 要我說的話 就兩隻蛋加40ml 那剩下的奶可以怎樣呢 你可以自己放掉它 這樣就不會浪費了 好 加了奶之後 我們再煮一煮 如果大家在這裡看到的話 你看到那個雞蛋的顏色 已經偏向淡色了少少 這個就是加了奶的效果 如果你好想那個蛋 真的很幼滑的 在家裡想做的 我都建議大家一個 西式一點的做法 將蛋加到煎餅之前 可以用一個 梨隔一隔它 就將蛋 因為蛋裡面 總有一些蛋白的位置 是你發極 你都發不散它的 隔了它的話 是可以令到蛋更加滑 蒸水蛋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這樣做 煎蛋要不要這樣做呢 釋除轉變 然後 調味 我是建議大家 在發蛋的時候 要做調味的動作 因為 如果你在煎蛋的時候 才在上面下鹽 又或者 好像我們從小到大 吃那些全餐 鹽是令上的 就是蛋來到你面前 你自己下 當然 好的地方就是在於 每個人可以按著自己的口味 來調節 究竟那個蛋要多鹹 但是不好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鹽的鹹味 只是在蛋煎好的上面 就不是在蛋的裡面 就會令到蛋沒有那麼好吃 所以這些呢 也是我們在家裡做的時候 可以花多少少的心思 令到做出來的效果更加之好 好 第二個準備 準備 好了 整個餐裡面 我們要準備的部分 就已經差不多 接著就已經是一個 可以下手煮的時間 剛剛滴了一滴奶 好了 接著就是可以下手煮的時間 開始的部分 我們會怎樣去做呢 看看家裡 你有多少個爐頭 因為我知道現在 不少朋友大家 生活環境 不是那麼大的關係 可能家裡只有一個爐頭 甚至有時候 只是用一些打邊爐 那些啤士爐 或者是一些單頭式的便池爐 來去煮的 所以我們今天呢 不要追求到 整個餐 同一時間上完 我們寧願逐樣教大家 到底怎樣逐樣做 自己做 很簡單 第一樣 我們可以建議大家去做的 就是在這個多士的部分 多士要看底 正常你家裡的多士爐 直接插下去 按了它 叫自己彈上來 要像我自己這樣 家裡沒有多士爐 怎麼辦呢 焗爐可以做到同樣的方案 不過呢 就在時間的控制上 要做多一點點 焗爐都沒有了 怎麼做呢 你需要的 只是一個 煎瓶 在煎瓶上面 加少許的牛油 然後直接把你的多士放上去 煎你的多士 其實出來 都可以有一個很好吃的效果 但今天 爐頭不要那麼多 我們少一點 我們先把這個多士 先試試 好了 焗多士這麼簡單的東西 就不用在鏡頭裡 展示給大家看 另一方面 我們馬上動手 就是要開始做我們的奶茶 焗多士一邊 大約需要分半小時的時間 這分半小時 用來做什麼呢 最好就是用來 將茶包先預先浸一浸 茶包在手上 一包 然後每一包 我們應該加200ml的清水 給它浸大約一分鐘的時間 計時 好 為什麼要給它浸一分鐘的時間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茶包在浸的過程裡面 其實它的茶味是會慢慢滲出來的 而今天我所選擇的這個茶包 是一般超市裡面都有得賣的 茶膽 茶膽和一般的茶包有什麼分別呢 一般的茶包一個 大約只有2克至2.5克的茶葉 但是我手上這個茶膽 一包是有9克的茶葉 所以它煮出來的茶本身是會濃過 你就這樣用茶包沖出來的茶非常非常多 而它才是我們出去茶餐廳喝的那種奶茶 當然啦 說到熱奶茶這件事 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口味 其實不同的茶餐廳都有他們自己的口味 好像我這樣普通人家直接買一個茶膽回來就可以了 但是茶餐廳呢 其實他們是會用不同粗幼度的茶葉來調配出一個mix 再用這個茶葉來做他們的奶茶 以上資訊又是由這本酸提供的 雖然大家想知道一點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這些作品 剛剛好大約已經是一分鐘的時間了 我們就即是這個茶膽已經浸了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時間開果 將它是煮滾的 在煮滾的過程裡面 讓我再看看多一點 OK的 好了 我們在煮滾它之後要怎樣做呢 茶膽還要浸的 這個時候我們又可以做另一件事 就是預備煮麵 說到奶茶 不知道大家喜歡喝怎樣的奶茶 你是喜歡喝茶味濃一點 還是奶味濃一點 你有喜歡的話 可以在我們的影片裡面馬上留言 我有工作人員在這裡馬上數一下 我看看大家喜歡茶味濃一點 我就假裝放少一點奶 而你喜歡奶味濃一點 我就假裝放少一點奶 是一份taylor made給大家的一個菜式 好了 奶茶這邊開了 給我蓋上蓋子 讓它滾起 接著我們也要預備講完 就是這個公仔麵 公仔麵 其實大家喜歡用什麼牌子 就沒什麼所謂 本書裡面都有講到的 其實大家一般去茶餐廳 都會有貴價版 便宜價版 雖然如果你想吃貴價版的話 又要加錢 但是在家裡 不用這麼講究 到底要多便宜 最重要是多好吃 所以可以用你自己 忠情的麵來做 甚至有些朋友 喜歡吃韓式的公仔麵 我覺得都可以的 最重要的是你要控制時間 好 大家看到有煙出了 果然這個爐是非常之快 這個茶蛋剛剛煮到滾起 就要將它關火 然後我們就要time 3分鐘的時間 讓它在裡面就這樣浸 3分鐘 浸完之後 我們會再滾起 這個時間不要管它 我就等這個公仔麵熟 公仔麵還未熟 那鍋水要滾了 好 所以麵大家可以自己選擇 最重要一個麵好不好吃 是它的軟硬度 如果大家有看電影 你就會見過 有演員甚至是說 拿個秒錶出來計 麵到底是不是凍水落 要煮多少分鐘 來把它煮得好 但是我自己有一個少少經驗 跟大家分享 凍水落麵的問題 你要好掌握 你家裡的爐的狀態是怎樣 如果你的爐本身滾水 是滾得慢的話 其實麵最終就會浸得太軟 所以熱水滾水落麵 我覺得是比較容易掌握 但是既然水都滾了 到底要煮多久呢 一般來說 大家都會覺得 煮公仔麵聞到味 好 咦 這個焗爐也有一個好的功能 明明看一邊會兩邊一起焦 我稍後調出來 讓我再說一隻麵 手上這隻麵 我自己的經驗是 分半鐘 好 剛剛好了 剛才這裡要計三分鐘 我用分半鐘來講了一堆無謂的東西 然後我再計算那分半鐘 然後就可以整起麵了 好 先關小火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公仔麵就好像大家吃火腿 腸仔那樣 本身是熟了的東西 所以我們煮公仔麵的過程 目標並不是為了要把麵煮熟 其實我們的目標 是希望可以把它煮到 一個我們最適合的軟硬程度 至於為什麼一般公仔麵 大家都說煮三分鐘便可以吃 我要跟大家說是煮分半鐘 大家要記住 在我們煮食的時候 每一樣的食物 當你煮好 由於它裡面是有熱度的關係 它的熱力仍然是會影響 那個食物的狀態 那如果 你一下子就把它煮到 完美去到自己100% 誰知道 其實你蛋都未煎 牛肉也未炒 你放完那個過程 麵就會太軟 所以我建議大家 煮分半鐘便可以 是這個原因 好了 麵不用不斷地攪拌 不要太裝作 先拿多士出來 烤爐是非常重要的 我真的未試過一個烤爐 可以同時間烤兩件 好了 先放在這裡 平時的多士 我建議大家要反一反 它放在烤爐裡面再烤 但因為今天這一件 我們就不需要這樣做 所以OK 現在的多士可以放在這裡 轉過頭的時間 我會連碟把它放進去 為什麼呢 一會兒再說 三分鐘時間 好 這個麵就已經煮了 倒這個水 用來示範的 好了 煮公仔麵的時候 我們就不用特地說 怎樣過冷河 我就自己覺得 可以用它來去 就這樣倒了水 現在好煙霧微慢 因為我們始終 是在一個家裡的狀態 好了 倒淨了水之後 剛才說到 我們不過冷河 不過冷河 怎樣可以令到麵 不要讓它有機會出現一個 所謂的 過焗的情況 倒了麵出來之後 撩鬆它 讓它裡面的熱氣 盡快散走了 這件事是煩的 還有一般人是不會 也都未必需要這樣做的 在這裏呢 就可以令到它的熱力 快點逼出來 讓它的麵 不會再繼續熟得太快 我們呢 又把它放下 好 剛才說到 奶茶方面 我們就已經是 焗了三分鐘的時間 接著呢 我就再開火 好了 這裏是後面 這裏是前面 沒錯 它又焗了 在它再焗了之後 其實呢 奶茶方面就已經可以了 那我們呢 就可以開袋 給大家看一下 它那個茶色先 但如果等一下 放上來 應該只是用來 都是煙的 你看看 大家看到嗎 這個茶色呢 已經是和平時大家用的 那些正常茶包 沖出來的 是完全兩個狀態的茶色 它是深色很多 那如果你聞到的話 基本上已經是 茶餐廳那種奶茶味 但是當然 凡事呢 是有代價的 當你要去喝一個 這麼濃味的茶膽 換句話來講 你同樣喝一杯茶 你所洩入的咖啡因 是會比正常多很多的 所以呢 我建議大家 奶茶再好喝 再喜歡喝也好 都不要說 就是整天喝 好 現在我做的是什麼呢 我做的是 要將這個茶膽 因為剛才說到 有九克茶葉在裡面 其實呢 它吸了不少茶液 所以呢 就可以將茶膽 移上去鍋邊那裡 然後用一隻筋 將它的茶液精華 再印出來 好了 跟著 下手 大家不要學一下 好 這個呢 就是我們一會兒 奶茶的茶底 在這個時間 可以吸收它 為什麼茶液要拿出來呢 這個不是在書裡面學 這個就是平時做訪問學回來的 第一 茶葉浸太久的關係 因為呢 是會令到那個茶葉本身 那個味道呢 有一點會變苦的狀態 所以呢 不要讓茶葉在水裡面浸太久 但是為什麼 做出來之後 要吸收它 不要那麼快倒出來呢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 未去到這個 上菜的時間 所以它要保持溫度 正常在茶餐廳裡面 其實他們沖撞那個鍋的底 都是有一個保溫的爐在 讓那個茶一直保持溫度 但是就不是 因為茶葉裡面 不停滾 不停滾 那這個東西大家在家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來模仿了 好 最後要去開始做的 就是這個煎餅的部分 第一件事 我們教煎蛋 下油 好 因為為了想漂亮的關係 今天那些油 打成全部拿些碟子來裝 在家大家就可以用回正常的 OK 不用全部倒出來 好了 怎樣去測試 究竟那個油滾味呢 因為這個問題 我以前是問過人的 問過柱子 他就說 那你也要問 那有什麼做法呢 如果你是炸飾性的時候 可以拿少許生粉 拿少許菜葉 放進去 看到它出氣泡就可以 今天我們不是炸飾 所以大家拿筷子 放進去油 看到它出現少許氣泡 油就夠滾了 那當然我都知道我眼前的這隻碟 它本身有一個特色的 就是如果它熱的話 它中間的都是會有效果出來的 好 大家看到了 油開始滾 為什麼我要這麼強調 大家要知道油滾呢 因為 想吃一個好吃的炒蛋 首先 油呢 又是不能節省 所以這些茶餐呢 大家平時都不要吃太多 自己煮就要吃一次 很開心 其次呢 就是當第一下下蛋的時候 其實我們想做到的 不是一個炒蛋的效果 我們想做到的是 關火 一個炸蛋的效果 其實當你去把那個蛋漿下去的時候 我自己平時就會關火 如果你是用煤氣爐 如果你是用煤氣爐的話 你簡直不需要關火的 你拿高個炸來做下蛋這個動作 讓它第一層在底部 輕輕凝固了 而今天我就用電池爐 所以 我就要開火了 好 我開始跟它做好朋友了 記住 炒蛋的時候 不斷撩它 我發覺我需要推那個 那個 那個炸 那個叫什麼 鑊鏟 假裝鑊鏟 對 木鏟 在這裡 好 麻煩 找到了 很明顯我今天不是在自己家的廚房 我是在PMQ 好了 大家看到了 那個蛋漿 因為電池爐的關係 它會比較容易 將那個熱力集中在中間 所以我又要關一關火 避免它超過燥 好了 看到它除了中間凝固了 旁邊都已經開始 有那個 比較硬身一點的效果 所以 我就會把它關火 然後 先把它推成 你想要的那個模樣 一路其實 向中間推 簡單來說 好了 大家看到 其實它現在是一個比較 奶油的狀態 如果你家裡有的話 其實最好可以用一個 相對小小小的 來做 就會更加方便 麵觸的蛋 就不會去到那麼遠 好了 大致發覺 推到它之後 我們又 開一點點熱力 然後 繼續做這個 推蛋的動作 如果是火候來講 我想大家平時在家裡 大約開到一個 中至大火 其實已經可以了 那就不要開得那個火 過分地大 因為這樣 那個蛋 就會比較容易老的 至於這裏 對 我繼續感受它的熱力 好了 嗯 差不多了 開始吃的 落奶那裏 哎呀 一時錯手落多了 怎麼辦呢 這樣 最簡單 打多隻蛋下去 如果OK 不是喔 蛋都沒有了 吃了最後兩隻 沒有了 怎麼辦呢 這樣 煮的這個過程 給多一點時間 給多一點心機 其實它可以蒸發 奶裡面的水 成分出來 好了 我知道了 你看看 那個爐的重點熱 熱的位置 哈哈 我一直把它向邊推 但是因為爐是在中間熱的 所以它就會在旁邊 一直都不熟 好 哇 哇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吃不吃不煮到熟透的雞蛋 這個請大家按回你自己的飲食習慣 又或者你所買的雞蛋 如果你是想吃一些 好像我現在眼前的這個 這個呢 看到它還在裡面 碎碎碎碎的雞蛋 就不介意地 可以買一些 漂亮一點的雞蛋 可以生吃的雞蛋 有些日本雞蛋 是說明自己可以生吃的 大家就可以試試看了 好 推到差不多 其實它大致成型的了 我就會讓它放在這裡 在瓶上面 讓它再煎多 大約三十秒至一分鐘左右 因為這樣就可以令到 蛋底有一個小小焦邊的效果 而上面呢 它的熱力會慢慢焗上去 變成蛋漿又會夠熱 但是不至於熟透 這個呢 就是我平時的炒蛋方式 好了 我覺得它已經相當不足了 好 熄火 好了 炒完蛋 給它放多一點時間 用餐廳的餘溫 焗一點熱力上去 先說多士 多士呢 做一個平時 其實大家完全不需要教的部分 就是炒牛肉 那我剛才呢 就已經錯失了這個 多士最熱的時間去塗那個牛油了 但是不要緊 為什麼連塗牛油 我都要和大家分享呢 一般來說 大家去茶餐廳 因為整個煮茶餐的程序的關係 我想十間有九間 都是會將多士 在多士爐 或者是焗爐裡面 拿出來之後 就直接 砍一砍牛油上去 然後呢 就會上桌 然後就給你吃 這樣做 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呢 牛油最棒的 是因為它受熱 經過焦化了的過程 如果 好像剛才這樣說 只是把牛油放在上面 其實就會浪費了那個效果 所以呢 在家裡的話 塗牛油之後 回一回 這樣那個多士 是會更加才好吃的 好 好了 蛋可以出來了 好 好了 真的有焦邊 這個是成功感 要展示給大家 好 不好意思 我知道大家其實是想看專業多過我 手忙腳亂的 但我現在正在表演後者 然後 好了 因為我很想快點喝個奶茶 在家裡煮食 不要拿那麼多個鍋 不要洗那麼多個 同一個做完蛋的 就可以用來炒牛肉 所以呢 不只是說 餐廳是需要有一個煮食的程序 其實如果大家平時在家裡 自己煮食的時候 想得心應手一些 你也要在開始之前 要自己真的想出一個 走路 告訴自己 餵到我哪一樣東西煮 哪一樣東西煮後呢 好 撒下牛肉 放油 有些人在熱牛肉的時候 喜歡會放些油 但因為我自己 想盡量減一點 這個位置不要放那麼多 所以我會只是在煎的 這個時候放一點 另外 因為我今天買的是牛柳肉 所以呢 它也不需要特別說 有很多的油來做的 這個大家可以留意 另外 就是當油下了之後 同樣看回它那個 熱的程度 好 給我一點時間去熱一下 大家知不知道 什麼叫做焗過的牛油 焗過的牛油 是有什麼分別 你明白嗎 現在它這個時刻 是會挺好吃的 喜歡的話 可以灑一點砂糖 進去 剛才才說我會吃那麼多糖 好了 煮完一塊牛肉 大致告成 大致大功告成 好 煮水 好了 感覺一下它 夠滾了 炒牛肉的時候 不要一開始就炒 正如我們炒蛋的時候 不要一開始就炒 將牛肉放進去之後 輕輕把它托平 有一種煎牛扒的心態 先把它煎一邊 好 火力集中在中間 我們把它移動在中間 煎牛扒正常大家一邊會煎 50秒之後才反 這麼薄的牛肉不用了 十幾二十秒 基本上已經可以了 好 查一查 好了 好了 煎一煎 為什麼會比較好吃呢 煎牛扒原理 因為這樣可以把肉汁 水分 相對會容易 保持到在 油肉裡面 做出來就不會那麼乾 好了 然後 以前我都用煤氣爐 現在我都是用電爐 用了三年之後 我發現了 如果想用電爐 但又做到用油爐的效果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不要介意整個色火 接著我們就可以加 最簡單的 沙爹醬 但這個時候應該會惹來一些負評 就是說了這麼久 你的沙爹牛肉 用麵力加現成沙爹醬 今天教大家在家製 我們做簡單一點 而用現成的沙爹醬 其實同樣可以做到 沙爹牛肉麵的效果 而今天我用的這個沙爹醬 本身它裡面 也是已經有所謂的 花生醬的成分 有椰汁的成分 所以它就已經會有一個 比較香口的味道 而且 是我自己很喜歡的那種沙爹 就是有少少 馬來西亞式那種沙爹來的 如果大家 喂不是喔 我在家裏 我是真的想吃一個 完全正宗的 港式的沙爹牛肉 那你會教我怎麼做呢 如果你想做那種的話 建議大家 一根沙茶醬 一根花生醬 然後在你做這個沙爹醬的時候 可以加些乾蔥 蒜頭 爆香做鑊 再把剛才所說的醬料 加少許水 放進去 然後 出來的沙爹醬 就會更多 你可以之後用來拌麵 那個就是比較像 外頭的沙爹牛肉的煮法 我這個就是馬來西亞式的 我很想像明廚 這個時候拿一塊上來吃 但是不可以 好 好了 好 好 再製個時候 噔噔 沙爹牛肉 那個麵 喂 在家裏吃呢 你知道吧 真是把相靚 已經是 令事情好吃了十倍的了 所以就不要太吃 不要就這樣淋下去就算了 把它砌得好一點 砌得很高 星期六 可以放上IG 按下Like 真的搞這麼大堂的東西 為了這樣 好了 不要玩 這個只是沙爹牛肉拌麵 最後我們 給大家 給大家 開味粉 都有說 這個 第一件事 為何我要煮水呢 就是因為 其實 公仔麵的湯 不是太需要特地去煮的 大家平時都知道 你只是把味粉 加進去清水 所以用回剛剛這一包 是那個沙爹 煎完牛之後 有牛的油分 因為醃料的關係 它裡面已經有咸味 甜味 就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像 比較像 牛肉拌麵的湯 好像太少了 我家的餅小很多 好了 多加一點 味粉 不要吃太多 好 接著 不吃 有看Like的朋友問 有沒有素食Version 想不想到 素食Version 第一件事 如果你可以 我馬上想到的 就是因為我知道 現在有些素肉 就是 一粒粒撞的 不是一片片的 我覺得那個照樣 是可以做到 所謂的沙爹牛肉的效果 不過 它就未必有 那個沙爹牛肉的口感 所以 我想整個步驟可以照做 但是 很重要的就是 如果那個口感 你是選擇用那些 一粒粒的話 就會有點不同 但是至於有沒有一片片 的素牛肉 這個好像不太好 你試試用什麼 乾豆腐 豆腐乾 所以乾豆腐是什麼 豆腐乾 對 或者麵筋 應該OK 麵筋我覺得OK 讓我有機會可以試一下 好 不要說那麼多 整個餐煮完出來 大家正在吃 在這個時間 先說一下奶茶 首先 熱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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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它要是熱的 你放在旁邊那麼久 其實它的溫度 開始會低一點 所以我過來中間 可以開火 剛才有觀眾說 喜歡茶味濃一點的奶茶 茶味濃一點 好啊 我現在來一個 茶味濃一點的奶茶 煮奶茶的方式 都是各自有不同的 有一些接受過訪問的 在奶茶方面 煮得好的餐廳 他們就會這樣說的 他們就說奶茶最好 就是把茶撞到奶裡 如果你在家裡的話 有時間慢慢做 我建議大家可以準備兩隻茶壺 做一下拉茶的這個部分 拉茶怎麼做呢 很簡單的就是 你去打火鍋都看到別人做的 兩邊倒來倒去 倒來倒去 不過今天我們不做這麼多這個部分 我們直接做奶茶 先下奶是一些茶餐廳的說法 但我自己是喜歡先下茶 不過這個無所謂 比例方面 有個說法 就是說 2比1 茶和奶是2比1 但我更喜歡喝奶 我都覺得2比1是太多的 所以真的不用這麼多 好 最後我們就加上那個茶下去 去吧 他不就去茶餐廳的那杯奶茶去認識 看不看得到 好 在這個時候 其實今天穿這件白色衣服是有原因的 大家會否覺得他很像茶餐廳的那些伙計 即是我很像茶餐廳的那些伙計 顏色是否漂亮 好 於是 在家裡可以好一點 不過今天一邊教的時候 就可能會難一點 我們整個茶餐廳A餐 就已經在這裡完成了 好 喜歡喝茶味多一點的 剛才我加的奶的份量相對來說 是少很多的 如果你自己在家裡的話 可以把奶放在桌面 喝起來的時候 想它再滑溜一點的話 可以加多一點奶下去 我覺得都可以的 另一樣 其實煮家裡的茶餐廳餐 為什麼好玩的地方 就是在於每一個部分 你都可以自己adjust 牛肉 你喜歡的可以像我這樣 買牛柳肉 有些人會覺得牛柳肉 如果我都覺得它不夠滑 要買牛陰柳 我覺得都OK 那我都說過 我試過 懶得用肥牛炒 肥牛一定夠滑夠香 不行 肥牛太薄 吃起來沒有那個口感 炒的時候很容易overcook 我又試過 更厲害 買牛筋腩 買到新鮮的很棒 牛筋腩炒出來 會硬的 因為它更多 但不是你炒的時候 可以很多時間炒得它軟 除非你真的很喜歡炒東西 否則都建議大家不要這樣做 另一樣 就是譬如蛋和多士 在家裡想追求更多 譬如蛋方面 你可以加鹽 不是普通的海鹽 你可以加鹽鹽 你可以用黑松露鹽 令到蛋的味道不同 同樣 要做牛油多士的時候 也可以看你喜歡吃到多焦 多焦 然後去控制那個時間 所以在家裡煮茶餐 好的地方就是這樣 好 今天我們的示範來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想給 有什麼問題想問 有個朋友想問我 剛才你煮茶膽的時候 是否慢火就可以了 好 煮茶膽的方式 我自己就不是專家 但經過了我的research 和茶包本身的盒的instruction 就是 室溫的白開水 不要用三水 室溫的白開水 來浸個茶膽 一分鐘 然後開火 將它煲到滾 你看到有煙出就滾起了 然後關火 不開蓋 有它在裡面 可以蓋回兩至三分鐘 然後再滾起它多一次 再滾起之後 可以逼了那些剩下的茶液出來 然後拿走個茶包 有它放在旁邊 煮完其他東西 最後滾回去沖 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也是我曾經在上環 和一些做茶葉的老街坊 做訪問的時候教的 沖茶的溫度是什麼呢 很多人有些會說 95度 93度 92度 他說他們作為老一輩 記住四個字 水滾茶 靚 所以大家可以試一下 聽一下這個 好 繼續 還有一個就是 牛陰柳 是不是街市牛肉攤買的呢 牛陰柳 如果我自己買 是買開冰鮮的 新南的牛陰柳 如果是街市的話 你看看你跟肉攤肉主有多熟 因為我自己少點 要求到某一個部位 我都是跟他說買牛柳 就可以了 嗯 還有 繼續 有人問下次可不可以做其他地道的食物 例如 焗豬 嘩 這些很高要求 首先其他地道的食物 其實是可以從這個山演化出來的 例如 不吃完的牛肉麵 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火腿通粉 火腿通粉不用教了 另外 炒蛋不喜歡就煎蛋 煎蛋都有很簡單的方法 打下去之後 千萬不要動它 由它煎 去到最美味的時間 關火 讓它放在火上面 讓它旁邊做到焦邊的效果 本身的茶餐可以有自己的轉變 至於其他的美食 焗豬扒飯 我覺得是可以煎飯的 因為其實我是懂得煎豬扒 我是懂得醃豬扒的 但最難的就是 最肥的焗豬扒飯的番茄汁 所以說 這個我還沒懂 你給我一點時間回去練習 我可能有機會教到大家 但我又想說 這本書裡面 它真的說出有些事情 大家可以自己在家裡做 我很喜歡的是什麼呢 冰室的環節 冰室 椰絲撻 你自己很難做 蛋撻 你自己很難做 但我想說 在冰室裡面 基本上全部飲品 你都可以在家裡自己做到的 所以如果你想做那些什麼 懷舊雪糕紅豆冰 什麼什麼蓮子冰 全部都可以在家裡做的 有機會看多些書 看得吃得不錯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想問呢 大家 還有 有人問 奶茶用煉奶會不會更好 奶茶方面 用煉奶是否更好 完全是個人口味 因為用煉奶的奶茶 就叫做茶酒 我們大家平時叫的時候 就會說 因為它是 是不是叫茶酒 是叫茶酒 因為它是不特別落頭 然後它用煉奶取代了淡奶 不過如果大家真的在家裡做茶酒的話 我自己有經驗 因為其實我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時候 我很喜歡喝的 第一樣 煉奶千萬不要加那麼多 因為煉奶是很甜很甜很甜的一件事 你不知不覺間 兩個星期work from home之後 你回去就會重心了 所以記得第一樣 第二樣 就是如果你是要用煉奶的話 建議你在沖那個茶的時候 一定要先下煉奶 因為如果你先下煉奶 其實它沒有再沖下去那一刻 那個煉奶很有機會會不特別溶 它慢慢就會停在底下 反而大家反過來想法 你會以為 下煉奶再沖茶下去 奶就在底下 不是 因為你會沖過 你會撞過茶下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先後煉奶 反而更重要 當然這個奶茶 其實我自己本身 已經不會特別加糖了 因為用淡奶 我覺得那個味道已經很好 對了 大家還有什麼想問 或者關於茶餐廳的事 大家真的很想吃 很想吃 現在又不能外出 不論如何 接下來的這段時間 大家都知道 疫情是嚴重的 我們都希望大家 可以盡量多點留在家 但是就算我們留在家 不代表我們要用我們自己 平常的生活來妥協 有很多的方式 例如你好像我今天這樣 做一個全餐在家 可以當作茶餐廳這樣吃 又或者好像早兩天 我看到煮杯咖啡 也可以在家裡很好享受 其實留在家 不代表你的生活空間 縮小了 只要你透過適當的方式 去看書 煮食 沖咖啡 同樣可以令你的生活空間 拉寬 如果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做 我們很快就會康復 很快就真的可以外出 繼續吃外面很好吃的茶餐 好 今天的Dive 先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Thank you